我走啦 那你一个人跟弟弟们在这生活好不好 我走啦 拜拜 我走啦 一会儿来接你好不好 好 走吧 我们现在就已经搬到了新家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猫给放出来 让他们先熟悉一下环境 出来吧 儿子 你就直接就站床了 大家要自己去找朋友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花花与三猫可奶奶 我是三猫 我们终于搬家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搬家已经有三天了 差不多猫也开始适应了 就一起来参观一下吧 节目录制的地方 非常的宽敞 对 很大 感觉已经大到我说话都有陪伸 肯定是一个 董哥 中分我们要搬家还是三个 慢慢抱 中分 对 还是很开心 躺起 我们现在呢差不多基本上是维持了之前家的布局 就连沙发套的定做啊还有颜色啊都是尽量保持原来的形状 也让猫能够尽量的熟悉起来 因为太陌生的环境也会让他们很不适应 现在我们让猪皮带我们参观一下我们的厨房 走 猪 这个呢就是做饭饭的地方 可以 这个是洗碗碗的地方 这个上面就是料理台了 以后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美食节目了是不是 然后这边就是猫吃饭的 伯伯在喝水 可以吗 然后这上面放的是我们的奖杯的奖盘 还有我们的菊花和二桶 这个大冰箱 超大超大 然后这里就是猫的零食 家里最富有的地方 家里最富有的地方 家里有突出了 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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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了好开心啊 哎呀你看到 哎呀 福福前景都有 这是知识的 哈哈哈 嗯 干啥 哎呦还不敢打人呢 干啥呢 哎呦呦呦呦呦呦 哎呦呦呦呦呦 干嘛 我们现在让白老师 带我们去参观一下浴缸 这个就是我们的浴缸 还不开心你呗 下去走一下子 你该洗澡了我前后走 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猫咪上厕所的地方 嗯 浓郁的味道 哈哈哈 哎呀 太臭了 我要退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室 这是什么呢都还没有放 很空 我们准备布置点桌子 还有书柜什么的 然后呢我们这个房子呢 现在就多了一些更多的场景 比如说厨房啊浴室啊 然后窗户也更大了 整个面积也大了很多 现在猫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到处玩了 然后呢这个房租呢 要比我们上一个房子 差不多贵了一千多块钱左右 所以也还算是性价比比较高 然后就能够拍更多的视频场景啊 然后能够让猫更开心啊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老母亲就只有努力多挣点钱钱了 吃点心吃点心 白老师 白老师 不要聊我哦 轻轻的甜 对了 跟人家白老师多个人 跟人家白老师多个人 不值一年吗 太惨了 走的路 成功捡到垃圾